百病不离肝 头痛在肝 胃炎在肝 便秘也在肝 为什么说百病不离肝呢 你可不要觉得我是在胃炎耸听 这跟肝的功能有关系 在西医看来 肝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 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解毒器官 在中医理论中 肝主行气 主藏血 气血运行的通胀跟肝有很大关系 肝出了问题 气血不通畅 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 像头痛 胃炎便秘等问题 都跟肝有关系 具体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头痛在肝 如果你经常会有针扎一样的头痛 疼痛的位置比较固定 每次生气后更重 那都跟肝有关系 疼痛出现最主要的一个病因 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不通则痛 那肝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调畅人体气机 气能行血 肝湿疏泻 气血运行变慢了 就很容易产生淤血 淤血就像个大石头 堵在头部血管 就会出现头痛 再来看 胃炎在肝 那有的人是常年受到胃病的折磨 动不动就胃疼 反酸 打嗝 吃不下饭 肚子胀 肋骨下面胀满不舒服 要是跟人吵一架 症状马上加重 吃了好多养胃的药 效果都不好 其实这种情况呀 病根不在胃而在肝 肝在五行属木 胃属土 肝气不舒的时间长了就会犯胃 出现胃炎的表现 最后是便秘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不理解 说便秘怎么会跟肝有关系 我们刚刚说了 肝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调畅人体气肌 大便在肠道里 就像是船在河里行走 船得有个动力 这个动力就是气 如果肝气不舒 气肌不行 无力推动粪便排出 它是不是就不好排出去 这种人也是平时容易有情绪问题 肚子里天天胀得很 那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三种病 虽然病情症状不一 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病基 那就是肝育气质 肝气不舒 所以可以用同一个方子来调理 这就是中医说的疫病同治 哪个方呢 就是柴虎疏肝散 这个方 方中柴虎疏肝 川雄 香腹 行气止痛 陈皮 止咳 行气消致 少药干草 养血揉肝 还能够缓急止痛 全方起到一个疏肝里气活血止痛的功效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这只是一个基础方 在临床使用的时候 还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去进行辩证加减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让专业医生帮你辩证后 再来用药 不要照抄原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